8年我们要完成20万户 来真正落实居住正义好不好 打出社会安定牌 蔡英文一开口喊出8年20万户 社会住宅子租不卖 社会住宅子租不卖 它不会成为炒房的工具 更不会是一个平民的住宅 要落实居住正义大开选钱支票 但8年真的能做到吗 最低的要求5%来计算的话 那么恐怕台湾需要到 大概需要38万户到42万户之间 我们以最低的38万户来计算的话 假如是分20年来完成的话 那么8年大概至少要有 15万户的公共住宅 把这个目标提高一点 那么由中央跟地方 共同来努力来推动 有魄力是好事 但能不能落实恐怕没那么简单 因为看看现在的社会住宅方案 台北市长柯文哲 选前提出8年5万有困难 后来跟桃园市一样 上任改成4年2万户 台中市长林家荣 只提出8年要盖1万户 第一期200户年后就会完工 全部再加上连任的新北市长 竹力伦4年7千户 未来这几年根本不到10万户 要达到社会住宅目标难度很高 地方政府最大问题就是中央政府要帮他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是土地 第二个是资金 这个因地制宜各个地方政府有不同的做法 但是如果是涉及到法规或者是国公有地的话 应该地方中央政府要出面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透过奖励民间新建的方式来取得公共住宅 第二个部分就是政府自己来透过都市规划的方式 来寻求适当的土地 就怕执政者选后就跳飞 理想和现实出现严重落差 蔡英文要如何让中央和地方携手合作 解决土地经费关键问题 有待进一步答案 记者综合报道